最近的40系显卡的确也是有些不太平 前有RTX4080 12GB版本被取消 后有RTX4090因供电问题 居然燃了起来 一个字 绝 所以这也让不少玩家 转而把目光投向了AMD 即将公布的RX7000系列显卡上 这不也随着发布日期的临近 越来越多的信息得以曝光 另有旗舰型号可能不叫做RX7950XT 而是叫做RX7900XTX 同时且将放弃使用新型的16屏接口 而是继续保留传统的三乘八屏 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赶紧随着给强来了解一下吧 那首先我们就来简要看一下 这传闻中的顶止音RX7900XTX的规格 用12288个流处理器 基于了全新的RDNA3架构打造 工艺上采用的是台积电5nm 配备了24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384bit 显存速率为20Gbps 而前代所支持的Infinity Cache 无线缓存技术 RX7900XTX也会依旧支持 容量来到了96Mbps 而稍微次一点的RX7900XT 则拥有的是10752个流处理器 配备了20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320bit 显存速率为20Gbps 至于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 则为80Mbps 不过嘛 根据这位报道者的泄露 目前这两张卡仅能确认命名 以及显存配置 实际的规格可能还会变化 所以这里大家参考一下就行 如果后续有了新的调整 超级编业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那这两款显卡 如果要与前代旗舰RX6950XT做比较的话 RX7900XT的流处理器是增加了7168个 显存增加了8GB 但无线缓存却是减少了32Mbps 而RX7900XT的流处理器则是增加了5632个 显存增加了4GB 但无线缓存同样也是减少了48Mbps 所以信息要是准确的话 RX7900XT和RX7900XT几乎都将获得翻倍的规格增长 那性能方面 现在有且确认的是RDNA3架构相比RDNA2架构来说 将获得50%的梅瓦性能增强 并且也将拥有多芯片封装技术 以此来提升光线追踪性能 同时目前也有不少传闻指出 Cine AMD采用了更新的RDNA3架构 以提供更强的光线追踪性能 但无论是光追性能还是传统光山性能 RX7900XTX估计都打不赢NVIDIA旗舰的RTX4090 但好在性价比和能耗比还算突出 估计后期的FSR3.0也会上线 这样看来对比老黄的40系显卡 也许还有一战的可能 而另外一边 根据推特用户的透露 目前还会正式公布的DP2.1技术 RX7000系的显卡也将会首发支持 这一点对比只支持DP1.4的40系显卡来说 又要耗上不少 除此之外 MD负责Rideon的产品经理也已经表态 现阶段控制着40系显卡起火的 新型12V HPWR供电接口 RX7000系的显卡并不会使用 而是依旧采用了传统的3x8Pin 或是2x8Pin的接口 这样一来 虽然性能上可能打不过 但至少显卡不会起火嘛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呢 你说是吧 老黄 最后的话 MD也已经官宣 将于11月3日正式发布RX7000系显卡 但显卡的开卖时间 已由原本的11月下行 推迟到了12月初 我严重怀疑速骂在针对于N卡对增下哟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 还请耐心等待 而如果你对RX7000系显卡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里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哦 那以上就是近期 关于RX7000系显卡的具体消息了 而你的一键三连 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键 相关的小小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